我是团长 今天呢 A股市场继续大涨 创业版指数呢 再创新高 给了我们在周一呢 敢于去为股护盘 抄底 3200只股票跌停的投资者们 以丰厚的回报 今天呢 我们来讲股神巴菲特 他在混乱和动荡的时候呢 提到呢 这个时间呢 是最适合买股票的 首先我们要讲一个历史规律 华尔街呢 没有新鲜史 投机呢 像群山一样古老 股市今天发生的事 过去曾经发生过 将来呢 也必然再次发生 所以我们要从过往的历史中 寻找相似的规律 当历史呢 再次重演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不重蹈覆辙 把握住投资机会 我们先来看一下 巴菲特的信条 我们都知道 他一直挂在嘴边的话 他人贪婪是恐惧 他人恐惧是贪婪 无论是在美国 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 金融市场都陷入了混乱 金融危机呢 已经渗透到总体经济中 现在这种渗透 变为紧喷式的爆发 这段话语呢 是在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巴菲特讲 那段时间呢 失业率还将上升 商业活动呢 将停止不前 头条新闻继续是 令人害怕的消息 因此呢 我开始购买 美国的股票 我动用的是 自己的私人账户 之前该账户 除了美国政府的债券外 没有任何资产 如果美国证券的价格 继续保持吸引力 那么我的 波克希尔 金资产 不久将全部是 美国的证券 为什么呢 因为我奉行一条 简单的信条 即贪婪 贪婪是恐惧 贪婪 恐惧是贪婪 当然 在多数情况下 恐惧会蔓延 即使是经验丰富的投资者 也无法抗拒 这种恐惧感 不过有点是肯定的 投资者应对 竞争低位弱 但杠杆过度的 实体或企业 保持警惕 但对于美国很多 竞争力强的公司 没有必要担心 他们的前景 这些公司的利润 也会时好时坏 但多数大公司 在5到10年 20年后 都将创下新的利润记录 我要澄清一点 我无法预测 股市短期波动 对于股票一个月 或一年内的 涨跌情况 我不敢妄言 然而 有个情况 很可能会出现 在市场恢复信心 或经济付出前 股市会大涨 而且可能是大涨 因此呢 如果你等到 十根鸟掉时呢 反弹的时机 已经错过了 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 巴菲特讲到 在市场恢复信心 或经济付出之前 股市就会上涨 因为股市呢 是经济的清余表 它总是呢 能够提前于市场 为发生利好 为转好之前 股市就已经上涨 就跟最近几天的反弹一样 疫情呢 可能也还在蔓延 但是大家看到的是 它肯定会被控制住 国家肯定会出一系列的利好政策 去扶持 这段时间落下的经济 所以股市呢 出现了反弹 那我们来再看一点历史知识 大萧条时期呢 1932年7月8号 道琼斯指数 跌到历史最低点 41点 直到呢 罗斯福在33年3月上升前 经济状况依然持续恶化 不过当时的股市呢 却涨了30% 再回到第二次世界大弹初期 美军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的情况很糟糕 但到4942年4月份 股市再次跌至谷底 这个时候离盟军扭转战局还很远 再比如上世纪80年代初 通货膨胀加剧 经济急速下滑 但却是购买股票的最佳时机 总之呢 坏消息 是投资者最好的朋友 你总能以很低的代价 去读美国的未来 放映到我们A股市场 坏消息往往呢 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你看到的坏消息 往往不是真的坏消息 对比于你看到的利好 往往就是冲高出火 拉高出火 你不要看上市公司放什么利好消息 对吧 业绩大增 对吧 出什么重大的事项 往往呢 这些消息在股价高位的时候出来 相反呢 在股价已经跌的一塌糊涂的时候呢 又出了一些坏消息 很多投资者呢 被迫呢 在低位割了漏 所以呢 我们要针对于股价的情况 然后对比他的 出的这些坏的信息 然后做出相对应的这个选择 长期来看呢 股市将会好转 在二十四季 美国呢 经历两次世界大战 和其他大规模的战争 经历过衰退 多次的衰退和金融危机 石油危机 流行疾病 和总统因丑闻下滩等事件 但道琼斯指数呢 却从六十六点 涨到了一万一千四百九十七点 也许你会认为 这对投资者来说呢 在一个出现 如此多机会的市集里 还亏钱是不可能的 但有些投资者 确实是亏了 这些倒霉人 但呢 总是在感觉不错的时候 买了股票 但在市场 令他们恐惧的时候卖出 我不喜欢对股市进行猜测 我再次强调 我对股市的 短期行情 没有任何了解 尽管如此呢 我将遵从一家在空空荡荡的银行大楼里 开业的这个餐馆的广告提示 把你的嘴巴放到你曾经的钱 曾经呆过的地方 今天我的钱和我的嘴巴都在说股票 以上呢 都是巴菲特呢 在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接受华尔街日报的这个采访 说出了一些话 当时08年金融危机 大量的人呢 抛售股票 抛售资产 所以巴菲特在这个时候呢 公开接受媒体采访 说 他的信条 在别人恐惧时贪婪 事实上呢 巴菲特呢 也践行了这一点 在金融危机之后呢 美国股市呢 再度呢 直到今天呢 走了十几年的牛市 不断的创出新高 通过巴菲特经验呢 我们有以下的一些总结 供大家做一些参考 有十几点 我们一来讲 第一点呢 是不要执着于你付出的买入成本 那只不过是沉默成本 对你真正有意义的是 股价的未来趋势 你在 如果你买入之后 股价下跌 你应该从当前的位置 再次评估未来的前景 判断其内在价值 在很多情况下 内在价值与股价的涨跌走势呢 并不同步 第二呢 每个投资者都会错 少有例外 你必须接受你犯错这个事实 这与能力圈有关 你必须不断的自我提升 从失败中学习成长 你成功或失败的决策 决定了你的投资组合 长期的表现 即便是伟大的投资家 也有45%的时间会犯错 如果你能在55%的时间作对 那么假以时日呢 你也能成功的积累财富 第三呢 净流动资产价值投资法 是巴菲特投资方法的核心 有时候股价可以下跌到 不可思议的程度 甚至低于每股流动资产扣除负债 这往往会成为绝佳的投资机会 也就是迫近 显然呢 巴菲特很好地运用了 格雷奥姆的思想 他买价低于净流动资产价值的时候呢 往往具有很高的安全编辑 第四点呢 是耐心终将获得回报 关于这一点呢 巴菲特本能的描述呢 是最合适的 这是我们的优势 买进股票之后 什么都不做 是有数月乃至数年 不理会价格波动 评估我们的绩效 需要足够长的时间 我们的建议的至少是三年 第五呢 机会出现时呢 你要大举投资 当绝佳的机会出现 一定要投入有分量的资金 就像我们周一出现 三千两百只股票跌停一样 在美国运通上呢 巴菲特投入的资金量 高达可掌控资金的40% 也就是我们要敢于重仓 某些合适的机会 敢于重仓 第五呢 市场先生可能是个笨蛋 虽然并不总是如此 但有的时候的确如此 左眼于长期很重要 尝试站在公司的角度上思考 一旦眼前的低潮过去 之后呢会怎么样 因为市场呢 经常会不理性 尤其A股市场 第七呢 那种需要少量资本 即可不断产生利润的公司呢 是金矿 迪士尼可以 七年一个周期 将那些受欢迎的经典电影 再推荐给新一代新年 在这个过程中 需要增加的成本很少 这类公司呢 就其使用的资本而言 具有非常高的资本回报率 这边就讲了资本回报率 第八呢 拒绝情绪化 巴菲特的愤怒呢 导致他控制一家衰落的公司 70%的股份 伯格西尔哈萨维 他必须奋力求生 还好他干得不错 运气也非常好 结局很完美 但是呢 如果他开始收购的是一家 有前途的公司 应该会干得更好 第九呢 长期持有优秀公司 国民赔偿保险公司的最初业务 一直被保留下来 并持续了50年 巴菲特从没有想过出售他 他依然生意兴隆 不要频繁更换你的投资组合 高换手呢 会让你的经济能和税务局高兴 却有损你的财富 这讲得也很明白 不要频繁的换公司换股票 要持有那些真正优秀的公司 第十呢 避开有麻烦的公司 无论是做生意还是投资 常识告诉人们 投资那些看得懂 简单的公司 远比解决问题公司 更有利可图 偶尔会出现伟大的公司呢 陷于暂时的 可解决的巨大危机之中 这会是一个伟大的投资机会 就像中兴通讯去年呢 被美国制裁 股价呢一路暴跌 那我们看到今天呢 中兴通讯其实已经收复了 去年受美国制裁的 这个跌幅 它是毕竟是5G领域呢 龙头公司在一股上市 那么之前有很多 像我们知道的 这个山居青汉的双 当时的这个伊利鲁叶 对吧 股价也是暴跌的 那么像受这个收漏金 引起了这个双回发展 当时股价的暴跌 包括今年呢 新城控股 这家房地产公司呢 老总呢 被这个刑事调查 那股价暴跌 都出现了非常好的超低机会 这就是伟大的公司呢 陷于暂时的 可解决的巨大危机中 这往往是一个 伟大的投资机会 第十一呢 商业中呢 极其重要的无形力量 是惯性趋势 巴菲特曾经说呢 他发现就像物理学上的 牛顿第一定律描述的 一家机构企业会拒绝在 当前方向上做出改变 就像工作是为了填满 可用实践一样 有些公司的项目 或收割是为了花光手里的钱 公司领导的任何愿望 无论多么愚蠢 都会被其布下证明是可行的 他们会迅速准备 关于回报的细节和策略研究 以至时呢 领导的想法却是可行 同样的行为呢 无论是企业扩张 收割兼并 还是制定高管基地措施 都会引发盲目的模仿 巴菲特一直在优化 管理他的投资 以使惯性趋势的影响最小 要达到这个目标呢 有一个方法 就是与他喜欢信任 欣赏的人打交道 只投资拥有这样的心理人的体 第十二点呢 坚守自己的能力圈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圈 但是有些人会高估自己 以至于他们自以为是的 能力圈超出其实际情况 巴菲特和芒格都严格限定 自己的能力圈范围 换言之呢 他们坦诚有很多领域 他们能力不足 无法根据已有的数据 得出结论 也就是说我们有些行业啊 有些个股 有些机会我们是把握不了的 你要承认这一点 你不可能把握所有的机会 你只能做 你擅长的机会 把你擅长的机会把握住了 你一样呢 可以取得不错的回报 第三呢 第十三呢 就是坚守自己的投资原则 无论好时候还是坏时候 都要坚守投资原则 短期表现 比如一两天 对吧 剩下一两年 一两个月 对衡量投资能力呢 毫无意义 奉行稳健的投资原则 好结果呢 自然随之而来 有句话讲得非常好 叫一年三倍容易 三年一倍 非常难 一年三倍 你靠运气 一年赚几倍很容易 但是你要三年 获得一倍的收益 也就是你三年非常稳定 平均每年百分之二三十 这往往是非常难的 也就是长期稳定的收益 是非常难的 十四点呢 就是最好买那种公司呢 有多个卖家竞争的市场 购买原料 在你拥有定价权的市场 销售产品 巴菲特说呢 当你想买的公司 最好是在一个 以上品化的市场中采购 有很多卖家出售同类型的产品 那么这个时候 你供应商比较多 那么你的话语权要强 当你想卖的时候呢 最好你的顾客喜欢这个品牌 并愿意为此呢 支付议价 这是一个企业 成功的方程式 第十五呢 做重要的是企业的产品呢 有定价权 四十年前呢 收购了喜诗 以这种方式呢 巴菲特赚了很多钱 喜诗品牌在美国西海岸呢 深入人心 还有 他巨大的资产 没有在资产负责表上体现出来 宽广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赋予了他强大的定价权 第十六点呢 如果你买入之后股价大跌 不必感到沮丧 因为公司内在的价值 可能并没有改变 甚至还是上升的 但是市场呢 总会在相仓相当长的时间呢 处于非理性的状态 你要有心理准备 十几点呢 细分领域第一的公司呢 往往是最好的投资对象 也就是隐形冠军 细分领域的龙头 因为他们所属的行业或领域呢 占据主导优势 并且由于其杰柱的竞争优势 会保持其主导地位的延续 尤其我们看到在半导体领域 无论是封测 还是在把财 摄平 等等 每一个领域都有一些细分的龙头 把握住他们的机会呢 你也就把握到了最好的机会 最后一点呢 就是关注呢 下跌的风险 如果行业龙头都一窝蜂的冲向悬崖 可能会导致不理性的冲动行为 投资者必须做好准备 万一整个市场崩溃的时候 能够降低损失 虽然呢 第一个1亿美元呢 巴菲特用了37年 但历经挫折和最终的成功 巴菲特的投资体系呢 日趋成熟 后面成为呢 世界首富也就顺理成章了 这也足以见得呢 投资呢 是一个漫长的事情 也许你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摸索 但最终呢 一旦悟到 这个获得 具有回报呢 也是顺理成章 好 本期视频呢 关于巴菲特 在恐慌 在08年呢 金融危机的时候 给大家的一些告诫 希望大家能够 做更深的理解 因为金融危机呢 是资本主义社会呢 必不可少的一个调节方式 不可避免 每一个周期 必然会来一次金融危机 危机危机 危险中才有机会 只有在危险中 那些好的公司 才会给你便宜的价格 让你去买 所以最终呢 我们还是要回到 文章题目的那一句话 大家可以 再回顾一下 在混乱和动荡的时候呢 最适合买入股票 这个时候 不是最适合卖出股票 很多人 就是在这一点上面呢 做了相反的操作 最终呢 亏了大钱 好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先到这一会儿 再来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